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次想分享一件童年鬼事 話說在我五歲的時候 有一次去元朗探親戚 吃完晚飯就搭車走了 這單層巴士會逃經大霧山去九龍 巴士只有幾個乘客 在昏黃暗淡的綠色車廂裏面 現在想起都幾好感覺 記得去到大霧山的時候 我們是坐在巴士右邊較後的位置 街燈在夜幕的黎曼下更見分暗 司機也不敢開得那麼快 慢慢地滾著上山 我一直很無聊地看著巴士的外面 見到對面的行人路上 有個白衣白複的伯伯站著 在這裡 當時我都覺得沒什麼特別 可能他都是在等車 但是過了兩三個彎之後 剛才那個白又出現了 還是那套白色塘裝站在對面的行人路 我還傻傻傻地笑著和他揮手 當巴士去到他那裏的時候 他又向著我揮手 巴士上斜的時候真是龜的慢 當我轉頭想和他再揮手的時候 過白竟然不肯見了 我馬上熬了 唉 什麼都沒說 立刻閉上雙眼抱著媽媽 直到翌日睡醒才敢說回一件事 只是知道那次之後再去元朗 都沒再搭回那架巴士了 轉了搭經青山公路的Van仔 今次就分享到這裡 下次見